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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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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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虽然拜佛拜了一辈子 碰到一些变化无常 哭得死去活来 或是碰到你的钱 或是你的爱情被欺负 那气得半死 那我们叫破功 没修行 那修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己 这个叫解脱道 比丘出家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叹诚词 第二个观察众生 这个叫菩萨道 别人需要什么 就像各位开车 你不可能只管自己啊 对不对 前面快你也可以快 前面慢你也要慢 不然你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对方 所以简单的说 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 做事的人 他就是平常有修行 所以他知道别人需要什么 要看什么 吃什么 用什么 这个人进来吃什么饭 这个人喜欢吃稀饭 那个人喜欢吃什么 他稍微会去探听 那就算有经验 他会把它记下来 所以各位修行也不能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 我有在想 要想的 别人 这个别人不是光人 念下来 众生无边誓愿度 对啦 无量无边的各种的生命 你都要想着 他们需要什么 不要让他们受苦 愿众生得乐及乐因 愿众生得到快乐 愿众生离苦及苦因 愿众生离开痛苦 也不要制造痛苦的原因 那如果你眼睛不会观察 观察 那代表 你没有在修菩萨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眼睛 为什么叫观 视 观 观 你要看到世间 需要什么 痛苦什么 观 耳朵要听 哪里有在救苦救难 以前有一位叫三藏无畏法师 大家都说他疯子 因为他不洗澡 疯疯癫癫 住持就不让他住到寺庙 每次他要来睡 他就把他赶出去 那五位法师说 我是出家人 怎么把我赶出去 他没办法 他就只好每次睡在庙门口树下 那有一天 三藏无畏法师大叫 好可怜啊 好可怜啊 住持压死众生啊 住持压死众生 哇 大家都跑起来 他这疯子又在叫什么 结果啊 无畏法师说 老和尚啊 你在床上睡觉一翻身 不小心压到 压到一只蚂蚁啊 他快死了 大家真的还假的 这个人有神痛吗 我去看 哇 那只蚂蚁扁扁的 还快死了 所以三藏无畏法师 哇 好痛啊 好痛啊 他感受到那只蚂蚁的痛苦 后来老住持一想 哎呀 惭愧啊 他才是修行者 一只蚂蚁受苦 他都知道 我居然把他赶出去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你愿意修行 就让各位来短期书家 让各位比较没有外面的很多事情 叫外缘啊 钱的问题啊 感情的问题啊 上班啊 他就知道你能够观察你的心在想什么 进一步 能够观察别人需要什么 众生需要什么 我能给他什么 所以这个叫众生无边是缘度 那为什么众生会痛苦呢 因为他有烦恼 烦恼无尽是缘段 所以你要了解对方的烦恼是什么 就像做爸爸的要了解儿子在想什么 他现在在烦什么 做妈妈要了解女儿现在失恋啊 心情不好 怎么安慰他 所以为了要帮助他 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你要学法门无量 你就要面对众生啊 缅甸人 华人 歹族人 美国人 蟑螂 蚂蚁 需要什么 我能给他什么 那你不能说我不认识人 我很少接触对吧 我常说一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她每天在想着 我男朋友现在在想什么 她有没有想我 我送她的东西她要不要 因为你很在乎她很爱她 那你就会这样想 做妈妈很爱这个儿子 她有一直想 怎么帮助她 但是这个不是慈悲 这个是一种私心 执着 那各位你做菩萨不一样 想的众生 这个众生不能用两个字代表 天神要什么 我们今天前面有写个 供养人类 人要吃什么 供养天道 阿修罗道 供养动物道 那动物要吃什么 因为既然我们讲啊 普渡六道众生 佛要我们供养什么 除了香花灯土果 佛要我们发菩提心 对不对 归佛当愿动身提解大道 发菩提心 佛要我们发菩提心 天道呢 天道如果看到我们发菩提心 他会很快乐 但是天道毕竟还轮回 所以你要对天道供养 所以我们有 有摘天法会天道 你能够真正的 发菩提心这些天神很高兴 他会护持你 所以阿修罗道 要称恨心 怀疑心 所以我们要用大悲心感动他们 那动物道 那要吃 吃了再给他国意散保 今天下午我们去那个叫 孟林大师的道场 很大很漂亮 当然佛塔啊 大雄宝殿啊 看着很庄严 赞叹大师的功德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看到地上有几只蚂蚁 由蚂蚁找到几个蚂蚁窝 这个蚂蚁窝拿一些饼干 那蚂蚁快乐得不得了 送到家门口来 几千只蚂蚁这边抢 那个真快乐 你给蚂蚁吃 它要吃什么你都要知道 吃只是暂时的快乐 但是借这个机会 蚂蚁归佛 蚂蚁归法 蚂蚁归生 下辈子不要做畜生 跟我念佛求往生 各位要背啊 你要蚂蚁也能够归三宝 也能够发菩提心 也能够将来安享天年了 往生净土 蚂蚁生命很脆弱了 人走过去 车子压过去 大雨可能就淹死了 所以 他的生命是无常的 但至少他吃了这一顿饭 所以讲到蚂蚁有一个故事 各位一定要听 因为我觉得缅甸真的是个修福报的地方 鸟很多 鱼很多 人很多 出家人很多 那各位借这个机会可以供养他们 可以给他们结缘 站在解脱道 那天我跟几位解脱道的法师聊天 他们认为这个结众生缘 这个观念他没有 他就好好的打坐 然后打坐回向给施主 大乘不一样 大乘就是我要跟任何生命都结缘 任何国家 任何种族 因为不结缘我就不能成佛 那你不结缘你成佛也没用 佛有三不渡 第一个渡没缘的 你没跟他结过缘你也渡不了他 所以各位要积极跟任何人 任何生命结善缘 不要结恶缘 所以先讲这个故事 有一个穷人 他帮人家照顾养 牧养 然后呢他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所以他中午都要带便当 那有一天他在吃便当 吃吃吃 几颗饭 饭菜掉在地上 一看哇一堆蚂蚁在抢 他从来没有这种快乐 哇蚂蚁在抢 他想说好哇 我明天多拿一个便当来 我多拿一个便当 哇喂所有的蚂蚁 他不知道有多快乐 因为他碰到一个蚂蚁窝 蚂蚁窝几千万只 结果哈格天就多带一个便当来 然后看到那个蚂蚁窝 就放在旁边 哇他好快乐 他以前觉得他牧羊有一点痛苦 每天都算时间要下班 现在他可快乐了 但是他喂整个蚂蚁窝以后 他就想 啊愿我将来能够更有福报啊 有钱啊 将来我这么穷 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出家啊 我要这些蚂蚁啊 我帮你们 下回你们也帮我啊 这样发这个愿 好了 过没多久 过没多久